《反高刺》 在反高刺這件事裏面 我最深刻的一刻就是3號的時候 我其中一個學生 他在立法會裏面 聽完議員、官員說完話出來 就豪哭 其實他不是受害者 他亦不是任何一個居民 但他跟我說 就是他傷心的原因 就是沒有想到 一個政府裏面的人 說話是這麼荒謬的 因為他在他眼中 其實那個討論 有很多都是不明朗的因素 但是一聲就好像投票通過了 他出來就哭哭哭哭 為什麼我這麼深刻呢 就是因為譬如我們教書 我們教他就是要 什麼是公義、什麼是良知、 什麼是批判性的思考 好像突然間全部都用不到 因為在一個政府最高的決策機關裏面 就是發生了一些不理公義 亦都是我覺得沒有什麼良知的討論 對他來說是一個創傷 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就是我們城市或者社會 教一些什麼呢 我們那些官做一個怎樣的榜樣呢 就是這樣了